在异世界当龙傲天有什么好的 要说最爽的还是和一群妹子隐居山林 在相继邂逅吸血鬼老婆和战斗天使后 结尾的小家园里又迎来了一群能干的精灵 在精灵们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的气派大木屋很快修建完成 一楼分别是大厅、厨房和仓库 还有存放柴货和粮食的地下室 二楼是各自的房间 以及一间甜蜜双人过夜房 屋外就是那棵巨大的餐田大树 结尾又做了狗子们的雕像摆在新家门口 今天结尾打算做咖喱 这可是个简单又深奥的料理 平常只用把咖喱块放进料理里就可以了 但是艺术界没有咖喱 所以还得用香料线做 不知不觉农田已经扩展到很大了 田里种满了各种作物 使用万能农具 就算是容易受季节和气候影响的作物 也能轻松种出来 小茴香籽 姜黄 香菜籽 黑胡椒和辣椒 就算在异世界 香菜仍旧也是争议性最大的食物 结尾很喜欢 但狗子们却必如蛇蝎 陆陆西和蒂雅当场震惊 这种植物居然能够击退地狱狼 咖喱也不管了 静止跑去研究香菜 最后来帮忙的只有丽雅 将榨好的菜籽油放入锅中 加热后倒入兔肉 小茴香籽以外的辛香料 研磨成粉备用 透露变色之后取出 把茴香籽放进留有肉香的锅子里炒香 紧接着放入洋葱 姜 蒜和切碎的西红柿 炒成糊状之后 倒入香辛料和盐 再放入肉 大豆 虾水煮到软烂 但街尾总觉得忘了点什么 他临近一动 咖喱 怎能不配囊啊 将面团发酵 擀瓶后 贴在锅边烤熟 美味的咖喱配囊 很快征服了这群异世界人 一口都没给街尾剩下 因为只出了一点咖喱 导致他现在超级饿 今年的冬天悄悄来临 大家都在为过冬做准备 街尾囤积了足够多的木材 大蜘蛛做了很多棉被 小精灵们正在制作小道具 若露西和蒂雅 负责用魔法熏肉干 街尾将蔬菜放进箱子里 铺上一层布后 盖上雪 就可以制成纯天然的雪室了 他到现在还是眼馋魔法 看别人都能够轻松使用魔法 而他却只会务农和料理 若露西却认为 街尾才是最厉害的 能在短时间内 致力起为生之道 这种事 只有他才能办得到 冬天终于来临了 大家窝在家里的时间变长 娱乐就成了必备之物 街尾打造了黑白旗 国际象旗和马匠消遣 若露西要和蒂亚 用黑白旗一决胜负 结果自己快输了 耍赖掀翻旗盘 墙指重启 没想到蒂亚居然用魔法 又将旗盘复原了 而最令街尾震惊的是 狗子们居然才是 真正的旗盘大师 根本没有一个人类 能玩得过他们 连街尾都惨遭玩虐 和若露西蹲到墙角 负旗自闭 一直玩桌游也不太健康 街尾还制作了迷你保龄球 因为单纯的打倒木屏没有意义 结尾又在上面刻上了恶人 变成了打倒恶人的游戏 因为玩法简单而大受欢迎 就这样 大家一起度过了愉快的冬日 而就在春天到来 大家走出屋子 准备春耕之际 大蜘蛛突然敲响警钟 一只巨大的飞龙 正朝着他们家园飞来 这只飞龙来者不善 张口就对着他们吐出火球 蒂亚和露露西急忙竖起防御抵倒 但火球还是破开防御 飞进了农田 精灵急忙跑去灭火 对于飞龙 大家都束手无策 就算他们逃进森林 估计也无法避开追杀 结尾决心要守护家园 突然 万能农具便形成了一把长枪 势不宜迟 结尾奋力将长枪制出 而这把威力恐怖的长枪 居然直直破开了飞龙的三层防御 撕碎了他的翅膀 而且还安装了自动巡回系统 结尾接过之后 二次指出 飞龙被洞穿身体 落入林中 结尾秒杀飞龙这一手 把蒂亚和露露西都看傻了 之后和他说话都小心翼翼的 农田虽然有损害 但好在房屋和人都没事 几人到林中查看 发现飞龙早已断气 结尾语气严肃地问他们 这种怪物的数量 多不多 会不会是有人故意指使 飞龙的数量罕见 更别提这么大一只了 他们应该只是单纯的倒霉 遇上了突发事件 于是结尾放下心来 指着飞龙问 这东西能不能吃 不仅能吃 还是顶级美味 据说 曾经一位国王 为了亲自品尝这股美味 动用大军围剿飞龙巢穴 整队大军 反而遭受火焰攻击 被吞噬殆尽 而现在他们不费吹灰之力 就吃到了传说中的真羞 露露西小声问帝雅 能不能防住那把枪的攻击 帝雅表示 根本不可能 那攻击可是破开了 飞龙的三道防御 连身体都削下了一大块 现在看来 他们先碰到狗子 简直就是走了大运 很快 飞龙被击杀的消息 传到了魔王城 四大天王不敢置信 光是飞龙靠近他们就要动用全部兵力防御 怎么可能有人两发攻击就秒了飞龙 要是与那样的人为敌 后果怕是不堪设想 守门龙德莱姆里也是同样的景象 巨龙问他的普从 要是那道攻击朝他们射过来会怎样 古迹表示一定会利落的贯穿 贯穿飞龙的结尾对此一无所知 他正计划着摘葡萄酿酒 大家很紧急地完成了采收 接下来只要将果实压榨之后发酵就可以了 为此 街尾专门打造了用来采葡萄的容器 全脚翼制作 干净又未生 妹子们在上面采葡萄 街尾负责在下面接着 刚开始 掌握不好节奏容易摔倒 于是在精灵的带领下 大家唱起了在村子里工作时唱的歌 还顺便拽上了露露西和街尾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 十几桶葡萄汁被采了出来 接下来只要让葡萄皮上的酵母自行发酵 大家都很期待成品 而此时的创世神 正跪在女儿农神面前请罪 不小心让无辜之人的灵魂受罪 想补偿 却又把人家扔到了残酷的死亡之森 这也就算了 创世神居然还把神将格莱姆的复制品 给了街尾当农具用 正常情况下 人类碰到是会被瞬间吸干生命力死亡的 好在创世神给了街尾过于健康的身体 让恢复力远远超过了被吸收的量 最最最最过分的是 街尾就把他的神像雕刻成了一个老头子 这一切全都是创世神的错 生气的农神决定 罚这个不靠谱的老爹 跪坐三百年 没过几天 街尾在林中抓回了露露西的妹妹弗劳拉 弗劳拉听说姐姐被蒂亚抓走了 特意跑来支援 没想到姐姐居然连婚都结了 弗劳拉原本觉得街尾没什么大不了的 结果知道他是地狱狼的主人后 当场拜扶 街尾这才知道 狗狗是会喷火的酷酷的地狱狼 为了表达歉意 街尾做了丰盛的晚餐 招待弗劳拉 他最近终于搞出了豆腐 还很馋用大豆发酵的味增和酱油 这个世界上虽然有酒和芝士这种发酵食物 但却没有微生物的概念 而弗劳拉恰好对这种微生物的研究很感兴趣 他在这里住了几天后 说要为了定居做准备便回家了 一个月后 带回了一群女仆和两头奶牛 村庄的种族都在日益壮大 只有地亚一只孤零零的天使 势单力薄的地亚深感不妙 系弗劳拉之后也跑了出去 不久后 带回了三个天使和一群蜥蜴人 以及会下蛋的鸡 村庄的无名程度 一口气提升了不少 以安为首的鬼人族女仆们 很擅长整理家务 就是对料理不怎么讲究 结尾侍者将他所知的做菜方式 都交给了他们 女仆们瞬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就是做出来的料理 实在是有些狂野 鬼人族有着和外貌不相符的怪力 导致他们礼貌的举止 多少带着硬盒 丽雅带来的三名天使负责起了周围的戒备 户外的体力劳动则是交给蜥蜴人 土木工程和建筑方面都大有进展 因为结尾实在分辨不出他们的长相 只好让首领绑了不惊 丽雅又把森林的其他精灵同伴都聚集了起来 这一下人数就又变多了 几天之后 结尾召集了各个种族的代表 想要征集大家的意见 为村庄命名 商讨一番之后 大蜘蛛突然指向门外 结尾打开大门一看 映入眼帘的 正是那棵一直庇佑着他的大树 村庄就此命名为大树村 为了纪念大树村的诞生 宴会当然要办起来 正巧村里的第一号红酒也酿造完成 结尾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里的村长 大家在大树下载歌载舞 迎接大树村新一天的到来